青花菜 今天來做到 最後一道跟青花菜是 結面平衡 來畫一個菜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好像 炒的菜好像 加的那個什麼一些醬料啊 加的 就是比較觸動它的原味 老實在我們都喜歡吃那些調味料 調味料很鬆 我們這樣講之後呢 也沒有那麼多調味料 以前有人講說 開門7件是 柴米油鹽醬褥茶 老實講 開門只有4件是 柴米油鹽 那個醬褥茶 是 要有一點 古代來講 要有一點生分的啦 以前從人家哪有那麼多的享用 沒有啦 就是 有 開火 自己我們小時候是去放乾 去砍開火 然後 然後呢 有個 有個女吃就不錯了 我在很小的時候還 還吃過那個 這個就是相當未出的那種青瓜 乾青瓜 我不曉得 年紀大一點人現在都知道啦 像樣子就是吃的 從地方就這樣 所以 沒有那麼多的醬料 但是呢 也不要加太多醬料 現在都太重這些東西了 事實上來講 造成生理很大的負擔 食物有沒有 還是盡量吃它的原味性 會比較好一點 有的人會覺得好像不加了 怎麼醬料 那個口感就不對勁 其實 我個人覺得啦 每一道食物都有它 基本上的甜度 跟香氣 只要你把它做好了 甜度出來呢 基本上它就那個口味 你知道 今天的五花也是一樣 炒的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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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脂有沒有都會炒出來 今天再來要炒今天的五花 這個百花菜我也是泡過五花 這個百花菜我也是泡過五花 那 你要做青花菜也好 做百花菜也好 百花葉菜也好 基本上啊 你要把它削得小 小朵一點 不要太大的 太大的戶人 可以熟不好熟 那你削得小朵小朵的 其實 它的熟成度是可以的 盡量削平均一點 免得喔 那個 太小的膠了 太大的沒有熟 深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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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看 你怎麼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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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排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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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頭裡面做 鱼排 鱼排 五塊 這樣很辣 很高 你要把菜炒好 各位看視頻的朋友 你要把菜炒好 你要學會聞那個菜香 每一道菜要熟成前 都有什麼香味 我找到那個叫菜香 它本來的香 香溫 它的香味開始出來了 就在搞它們要熟成 你看 後來再出的不這麼爽 好不好 它基本上怎麼聞 大部分 但是在等它不出的 出菜 它也會有一點點的 它也會有它的水分 可以保護它自己 不會逃不掉的 比如你學著 放上去不要急著炒 分一下 它的水處理保護它自己 那你們看外面 到餐廳裡面吃魚吃住 你會發現 它會化油菜水很多 那個不是水很多 那是加進去的 那是習慣 一杯水下去 然後讓它悶熟 那其實這樣子的菜是不好吃的 它的香甜啊脆度啊 什麼都不見了 那我們吃菜就是要吃它的香甜 它的脆度 來開個大火喔 紅一下 好啦 我們現在的 百花菜 百花菜 百花也在 好 怎麼弄 先上去啦 先上去啦 一會兒 現在的 百花菜 現在的 百花菜